最近報章報道 在加州一位華裔的女士 是一間公司的產品部經理 這間公司由国外進口商品 在美國銷售 進口商品當然要經過海關 並且按貨品的内容和價值 繳納進口稅 這位女士被聯邦政府 以欺詐和走私罪名起訴 因為她為了減低進口關稅 和其他費用 向海關申報時 蓄意低捕貨物價值 並且做虛假的發貨單 和其他有關文件 企圖瞞騙海關 結果這位女士認罪 被判入獄15個月 另外還要罰45萬 這位女士似乎本身不是老闆 只是一位經理 所以門稅的利益並不屬於她 現在東窗事發 坐完牢 還要終身留下刑事犯罪紀錄 將來是不容易找到工作 所以她的懲罰是相當重的 美國是個法治國家 雖然報稅或報關這些事都是自發性 甚至是所謂honor system 但是她有不同程度的稽查制度 一旦被查出故意隱瞞或虛報 都可能會惹上刑事官非 所以我勸大家一定要小心 千萬不要以身事發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判中見面 完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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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